现役最强的电子战机,当属美国的EA18G咆哮者,环球网报道,实习记者推添也日媒13日报道称,日本政府确定将研发电子攻击机的方针,通过在自卫队的印输机,及巡逻机上安装强效的信号干扰装置,该攻击机可使敌方雷达等通讯设备失效。 日本独卖新闻13日报道称,此次确定研发电子攻击机的方针,是将去年12月内阁议会所通过的防御大纲中内容具体化的措施,针对大纲中队与企图对日本进攻的敌方,使其雷达等通讯设备失效一点。 日本自卫队将从明年起正式进行研发,报道称,具体来说,日本计划在航空自卫队的C2印输机,及海上自卫队的P1巡逻机上,安装强效的信号干扰装置。 但是,日方计划于2027年引入基于C2印输机的新机种,并开始就P1巡逻机的研发进行研讨。 报道还称,P1巡逻机将使用不受信号干扰影响的光纤进行操控,与其它使用变信号的飞机相比,其作为电子攻击机将有望发挥出更强的能力。 目前,日本已经在自卫队舰艇和飞机上搭载了一些电子战的设备,但重点都在于受到导弹攻击时,发出干扰电波使导弹偏离。 而新型的电子攻击机将通过在空中发出大范围干扰电波,使连接敌方飞机、舰艇等通信网络或雷达等失效,从而使其无法继续战斗。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7月29日,每日新闻就曾报道过类似内容。 在当时的报道中,就曾提出过将空子的C-2运输机和民用客机改造成干扰机的方案。 但当时报道称,由于电子攻击机可能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专守防卫的一致性将会遭到质疑。 想而在12月日本内阁通过了新防御大缸后,日本政府再次确定了这一方针。 并计划同明年期正式进行研发。 XV-1B-PLOS 7500D-1原标题,反恐先刀杀场杀娅武警某部猎鹰呼机队,终成使命锤炼圣战本领计时。 猎鹰亮剑,水与争锋。 去年10月,武警部队在京郊某县链基地,举办封热赴2018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来自白俄罗斯,这里等21个国家的狙击精英,展开巅峰对决。 此次竞赛需分个人,小组,挑战,综合战斗狙击四个类别12个科目。 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武警某部猎鹰突击队,斩获个人前能总冠军和小组团体总冠军。 然而,其实传来,猎鹰突击队并没有召开庆功会,而是第一时间检讨反思在挑战狙击和综合战斗狙击科目上失利的原因。 部队长米燕广告诉记者,作为反恐国家队,我们担负着反挟机,反挟持,反袭击,等多样化反恐作战任务。 作战继门必须让让过硬。 2014年4月9日,习主席新自为猎鹰突击队设席,并主托官兵牢记强击目标,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严格管理。 做到思想政治非常过硬,专业素质非常过硬,战斗作风非常过硬,努力成为国际一流水平的反恐特战战旅。 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忠诚卫士,忠诚为先。 针对顾根与巴根,诸魂,与诸魂,举齐,与凯齐的斗争,猎鹰突击队,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坚持用习近平强击思想引领官兵,深扎传统之根,铸牢思想之魂,确保每名列英,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千锤百炼,心武强能。 列英突击队,在平常训练中,坚持从严从难,遭求做到搏击训练一招制敌,射击训练一枪必敌,排爆训练周排一体,驾驶训练即战合一。 并围绕破解队难残局,突破生理极限等课题。 先后赴第73级团军某特战旅,武警广西总队,武警山西总队直升机大队等单位进行专业升级训练。 魔鬼州极限训练,成为每季度的例行货幕。 七周夜中,每名队员全程协装30公斤,每天训练18小时,在山林,断崖,滩涂,河流等陌生复杂地域。 连续完成10公里奔袭,30公里负重行军,极限搏击,综合约章等40多项训练内容。 挑战生理心理极限,锤炼制敌应攻,特战特战,关键让能战。 多年来,猎鹰突击队被组应对最复杂困难局面。 狠抓精确指控,立体投赠,纵身突袭,真打一体,一笔营救等课目训练。 全年提高持续作战,潜寓作战,精确作战能力。 不辱使命,比例前行。 近年来,猎鹰突击队,圆满完成了纪二联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香港回归20周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等十多项重大活动安保任务。 队员战技能水平在实战中得到检验和提升。 一分付出,一分收获。 近年来,猎鹰突击队荣力集体二等攻一次,培养出七名中国武警使大中诚卫士,13名武警部队,高级反恐特战人才, 大风,王孟元,新华社贝鲁特12月20日电通信,扫雷破八百季中国副黎维和部队扫雷在创新记录。 王鱼龙拟搏,监督员同志,壁雷销毁前准备完毕。 请指示,三,二,一,起报。 随着现场监督员王鱼龙一声令下,扫雷作业组组长刘权,按下了起报按钮,一声巨响,山间升起击鼓浓烟,六枚防部兵壁雷,被一次性销毁。 二十日,中国第十七批负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在黎巴嫩女以色列临时边界南线扫雷作业中在创夏季。 至此,他们已经发现,并成功销毁地雷809枚,排除未报带一枚,累计钦牌雷区5112平方米,单批次扫雷数量首次突破800枚,书写了安全,高效扫雷新记录,因其危险性。 扫雷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蹈,扫雷官兵不仅要直面地雷威胁,更要与恶劣环境等作斗争。 中国扫雷官兵当前作业的雷场,位于蓝线附近一片山坡少,地质坚硬,间集遍布,坡度大,石头多,大瘦多,地形复杂。 再加上十二热的黎巴嫩,全面进入雨季,延日淫雨,导致雷场失怀,尤其是土壤湿度变大,粘土石场与地雷粘在一起,增加了作业难度。 第三次执行副离威和任务的扫雷作业手罗施杰说,我们在充分准备各类扫雷器材的基础上,重点针对雨季地面失怀,土镇人性大等特殊情况,事先在营虚开展模拟系列,让作业手能够更好的适应雷场环境,确保扫雷作业安全。 恶劣的天气给作业进程带来交代影响,增加了安全风险。 但只要一想起排雷英雄杜富国的那距离退后,上我来,我们都已成为一名扫雷作业手而骄傲。 扫雷作业手黄世发说,雷场上,在黄世发身后三米处,组长刘权正目不转心地盯着他,不时给予鼓励,提醒和指导,雷场地面失怀,土壤人性更大,让雷场情况更加复杂。 我们必须严格按照标准程序作业,小心在小心,谨慎在谨慎,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刘权说,雷场上的每一个脚步,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挖掘都生死了关,扫雷官兵必须思想高度集中,心细如发,才能确保绝对安全。 多功能工兵分配军事副分队长卢庭说,分队党委高度关注扫雷作业安全和官兵思想心理变化,通过学习文件,网上浏览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向排雷英雄度复国学习活动,结合扫雷任务实际谈体会谈感想,让大家在学习实践中,不断入牢信量根基,提升实战能力。 此外,身处被视为中东火药桶的黎巴嫩,中国扫雷官兵还要时刻关注当地安全局势。 中国维和部队领导介绍,为了保证扫雷官兵的安全,他们坚持每天根据上级通报的安全情况,分析研派安全形势,制定应对措施,不断更新完善各类预案。 时刻做好应急准备,自今年5月部署至任务虚后,中国第17批复利维和部队,已创造了最快时间,通过扫雷资质认证,最短时间上雷场,最快时间排除首枚壁雷等纪录,曾被联合国地雷行动中心主管皮纳尔,称赞为最好的扫雷队伍,火国成功发射6颗银海2号卫星,搭载发射红燕心做首颗试验星。 12月29日16时,火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暗号定义大火箭,即远征三号上面级,成功将6颗银海2号卫星和搭载发射的红燕心做首颗试验星,送入预定轨道。 退役军人人台资源开发,将有新路径。 记者29日从全国退役军人事务厅局长会议上获悉,退役军人人台资源开发,将有新路径。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孙少诚说,退役军人人台资源开发工作理念,要从注重受人以鱼,向受人以鱼转变,加强教育培训,提升退役军人就业竞争力,以军攻击加沙南部哈马斯阵地,以报复火箭弹攻击。 新日俄罗斯,RT,29日消息称,以色列军方已部署一架直升机,袭击加沙南部的哈马斯阵地,以报复其早些时候,对以色列领土的火箭弹袭击。 叙利亚政府军宣布进驻西北部曼笔记地区,叙利亚政府军28日宣布进驻西北部曼笔记地区。 同日,叙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宣布撤离曼笔记,埃及大巴金字塔附近,遭炸弹袭击,以致四人死亡。 当地时间28日,一辆在有外国游客的大巴,在埃及著名旅游间点吉萨金字塔附近,遭路边炸弹袭击。 埃及官方通报最新伤亡数字称,爆炸已造成三名越南游客和一名埃及公民丧生,并有十余人受伤。 巴金斯坦军方,批准判处22名恐怖分子死刑。 巴金斯坦军方28日说,巴陆军操卯长巴杰瓦,当天批准特别金氏法庭,对22名恐怖分子的死刑判决。 环球网军事12月14日报道,俄罗斯微信通讯社12月13日报道,俄罗斯运动级狩猎武器中央设计研究局代表邮李阿梅林表示,该局已经在向俄强力部门人员供应被美国媒体称为超级武器的FHAK-12新型步枪。 阿梅林说,FHAK-12是一款非常独特的产品,甚至对特种部队也不普及,我们在国防采购框架内执行订单,但该武器不计划大量生产。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此前报道,俄罗斯特种部队将获得12,7毫米口径的FHAK-12新型重型步枪。 该枪由俄联邦安全局定制,具有惊人火力。 杂志称该步枪为超级武器FHAK-12在印度国际防务者Defexpo India-2018上首次亮相海外。 这是一款东特种部队使用的高效近战突击武器,其主要任务是细速而有效的命中敌人,包括身穿防戴衣或防护罩的敌人。 该步枪使用12,7毫米55毫米大口径子弹。 该子弹在近距离具有强大的停止作用,但同时在射程增加的情况下迅速损耗能量,从而降低击中第三者的可能性。 中国军事专家尹卓曾表示,FHAK-12大口径自动步枪具有模块化,一枪多容,跟普通枪械有互换性的特点。 在机透防弹背心、装甲、装墙等,具备一定防御能力的目标时,通过替换代枪管口径、枪管出速、弹丸出速和弹丸穿甲能力等四个方面得到加强。 他指出,在战场上换装这款多容图部枪一分钟内就能完成。 首先更换模块式枪管。 换上大口径枪管,可以发射大口径弹药,同时换上穿甲能力强劲的穿甲弹。 在加快弹丸出速,击穿防弹背心或载透砖墙都不成问题。 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高博也曾指出指出,FHAK-12的最强火力源于枪弹的巨大动能,体现为弹料的穿透力和杀伤力。 他采用的12,7乘以55毫米枪弹是普通步枪弹装量量的2倍以上,一发的动能远弹于长剑枪弹,这使得该枪非常适合进行城市近战,有利于射杀披挂出色防弹衣的敌人。 击穿对方一般防御装备也没有问题。 此外,FHAK-12步枪的子弹有效射击距离仅为100米左右,一般步枪的有效射程是400米左右,这款步枪在提升杀伤力的同时,大幅降低了有效射程,使得弹头飞行距离超过有效射程后,速度会快速下降,这对避免物伤平民也有一定帮助作用。